廉政公署賭破本地非法外圍賭博打架球貪污集團 拘捕了23人 當中包括球員和教練 舒適指 攝氏的球會是老牌球會漁院 據悉23名被捕人當中 包括漁院主教練趙國昭 11名球員包括了程文俊、陳浩峰、雷文迪 以及今個賽季新加盟的霍奔人等等 另外11名被捕人是外圍艇仔 亦有其他球隊的足球員 而晚上9點左右 有外籍男子離開北角念柱大樓 相信是巴西中堅盧斯安勞 他目前效力港甲、認界冠軍中西區 未知是否被捕人之一 而翻查資料 盧斯安勞曾經效力如遠 企候先後轉投灌中南區 以及中西區球隊 而足總主席貝君奇出席球圈活動的時候 就說支持廉署斬草除根 亦都認為 擒擦先擒黃應該要抽出幕後主路 然後再試試了 森多虛 為人上最大 我這首歌 可能會被捕人 有關 太穩弱了